首先几则是跟美国和伊朗有关的消息 伊朗扬言要对击杀其军事降临的美国展开报复行动之后 伊拉克至少有两处由美军驻守的基地 今天突然遭到多枚飞弹的攻击 根据苹果日报报导 伊朗革命卫队扬言若是美国回击 势必会面临更猛烈的反击行动 以威胁要对美国盟友阿联和以色列展开攻击 甚至不排除要攻击美国本土 报导指出伊朗革命卫队一位指挥官向媒体表示 这只是他们对美国报复行动的第一步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下令 竟是美国国际民航机飞越伊拉克、伊朗、波湾和阿满湾的上空 而最新消息传出亲伊朗的伊拉克民兵组织正义联盟 首领也在推特上发文表示 伊拉克也应该要仿效伊朗 现在该轮到伊拉克攻击美国 未被炸死的伊拉克领袖莫罕迪斯报仇 伊朗今天发射多枚飞弹攻击美军驻伊拉克的基地 以报复美国日前击杀伊朗将军苏雷曼尼 根据自由时报 对此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今天回答国会议员提问的时候表示 不会排除做出任何选择 包含军事袭击伊朗 华勒斯表示不会排除任何选项 英国的直升机和战舰也已经在中东整装待命 他表示英国将会尽全力捍卫人民和公民 由于目前无法预测伊朗或是其他任何一方 接下来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所以英国始终会保持该座空袭决定时做出选择的权利 伊朗在今天向美军驻伊拉克的安阿尔阿萨德 以及阿尔比尔两处军事基地发射飞弹 对上周五招美军杀害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最高将领 苏雷曼尼的复仇展开行动 伊拉克军方表示 在伊朗22枚导弹袭袭击之后 伊拉克的士兵并无伤亡 而其中17枚导弹落在了安阿尔阿萨德的军事基地 另外5枚则是击中了阿尔比尔 但是并未提及是否有外国驻军伤亡 法广报道 尽管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表示一切安好 但是伊朗伊斯兰革命未对向美方扬言 任何美军的反击行动都会招致更强烈的回应 同时还威胁要打击包含以色列在内的美国盟友 而这次伊朗并未通过什叶派武装间接袭击美军 而是高调的直接对美国驻军所在地发动飞弹攻击 并且迅速的进行任领 非常罕见 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伯洛尔认为 这是地区局势迅速升温的新阶段 是冲突剧烈化的代表 而就在伊朗攻击了几个小时之前 川普还发文澄清 对美军驻扎伊拉克计划的混乱讯息 他表示美军需要留在原地 现在不是正确的撤离时间点 不过其实已经有多个美国盟国开始撤退 其中包含宣布从科威特撤军的加拿大 德国和罗马尼亚也已经宣布要撤军 而目前法国政府则是表示 他们不会从伊拉克撤军 目前法国在伊拉克境内共有160名的军人 欧盟委员会主席彭德莱恩 今天命令欧盟的外交人士要尽一切的努力 恢复与所有关系人士的联系 保存伊朗核协议 欧盟认为目前伊朗核协议的重要性史无前例 而根据法国外交部的消息指出 由于伊朗宣布全面退出核协议 将在接下来的几天之内 按照协议的内容准备回复对伊朗的制裁 伊朗革命卫队圣城军指挥官苏雷曼尼 本月3号遭到美国击杀 伊朗今天空袭美军驻伊拉克的基地 暴富箭在悬上 战争一触即发 港媒报导分析 美国占受伊朗高级将领 为的是发挥震慑的作用 但是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 对这个举动的评价却不温不火 平顺地谴责美方的军事冒险行动 违背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他敦促美国不要滥用武力 并且刻意点出了中方的立场 强调中国会秉持公正客观的态度 为维护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全发挥建设作用 分析指出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社评观察入围 考量到对中东石油的依赖 以及中国在两伊和中东许多国家的大量投资 美伊开战对华绝对必大于利 此外社评跟指出中东再乱也不会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警惕 只可能改变美国处理问题的紧迫顺序 但是美国也有一些筹码毕竟美国曾经以违反禁令为由断供中心 也曾就同一个原因要求加拿大拘捕和引渡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 就算现在中东的局势大乱 美国无法再将资源完全集中来压制中国 但还是有可能对华严厉执行禁运令 环球时报的社评就指出美国不可能不视中国为竞争对手 中国不应该指望中东的冲突可以缓解中美两国在战略顶级上的压力 而根据科系新报 彭博有分析的文章指出 北京对于美国斩首的行动反应相对冷淡 暗示中国还不愿意在中东的纷争里面扮演更直接的角色 网易的发言基本上跟过去中国为了避免跟美国发生冲突 所做出的声明是差不多的 分析指出中国想要一个更稳定的中东并不想要支援伊朗来惹事 只要避免美国完全驱逐其影响力即可 不过当然中国也不可能完全的退出中东 但是美国先发制人恫吓伊朗的行为 中国目前还找不到位子跟美国对抗的理由 港媒的分析最后指出 美国停额周线进行斩首行动 成败那是川普自行承担 中国基本上也只是需要静观其变就好 不温不火的在旁边观看美伊的关系和中东情势 或许是最恰当的做法 不幸灾热祸也不掉以轻心 毕竟中国在中东一向就从未选边站 而北京在逊尼和什叶两大势力之间周旋 倒是也左右风渊 反正专心做生意就好 而再来这则消息 则是关于美国和伊朗的情势 竟然也影响到了人民币的汇率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美伊局势拖累之下 美汇指数疲软的背景之下 一进入2020年便掌声响起 工商时报报导 人民币受到激励 7日汇价放量狂飙了将近400个基点 中厂收起6.9376元 创下近5个月来的新高 而市场分析中美首阶段协议签署在即 市场普遍颤多人民币汇价表现 再加上春节前节汇需求的支撑 预计人民币短线还有升值的空间 甚至有可能突破6.9元 香港经济日报引述彭博社的报导 一些市场观察人士认为 这可能意味着美国或可提前上日程 考虑取消中国是汇率操纵国的标签 对此麦格里银行驻香港的亚洲外汇策略师崔天瑞表示 在跟中国搭乘首阶段贸易协议之后 美国可能还会再花一两个月的时间观察 才会将中国剔除汇率操纵国的清单 而时间点上来看 目前可能关注的通常是在4月发布的财政部报告 不过德国商业银行驻新加坡高级经济学家周浩认为 中国似乎不在乎这个标签 因为中国本身并不符合汇率操纵国的条件 市场也不太在意 不过如果美国栽除这个标签 它预测人民币还是会有一波上涨的可能性 再来只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 中美贸易战第一阶段协议到底能不能签署成功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英文版7日刊登一则评论 暗指中方并不满协议的内容 由于先前白宫单方面公布协议内容 包含中国承诺每年会向美国购买500亿美元的农产品 以及第一阶段的协议将在本月15号在白宫签署等消息 但是北京方面却一直保持沉默 环球时报的评论一刊登出来 更是让外界开始猜测 中美贸易第一阶段的协议是否会有变数 不过苹果日报引述香港电台的报导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天在中华总商会论坛上面致辞时 公开表示中美两国已经达成首阶段贸易协议的共识 但是他也坦承随着谈判进入第二阶段 中美将会触及更深入结构性的问题 加上美国总统川普的治理风格 让谈判存在许多变数 估计今后的发展难免会起伏不定 而此外报导指出针对美国先前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陈茂波表示过去美国一直依据香港政策法 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 2019年的报告认为香港高度自治的水准表现不俗 他呼吁香港对美国有重大商业及国家安全利益 希望美国可以谨慎的行事 由于环球时报的评论还提到 中美贸易战长久下来对世界经济将会造成损害 因此世界上有许多人包含中国官员在内 确实都希望北京跟华盛顿可以尽快签署协议 但是评论表示跟签署协议相比 更重要的应该是协议的内容 以及应该要如何执行 因此这份协议对于未来具有潜在性的意义 如果只是为了安抚民心而短视短立 对于未来双边贸易的关系将会更加危险 不但可能开启其他方面的冲突 也会让全球的经济炫入混乱 不过对于这篇评论外媒报道 多数专家还是认为 这应该只是中方在向美国暗示 北京对于部分协议的内容感到不满 才会强调协议最后还有一些细节需要讨论 但是基本上国际上的权威媒体们都还是认为 美中会在本月15日完成第一阶段协议的签署 而这也跟陈茂坡今天的发言不谋而合 再来只是跟台湾选举有关的消息 距离台湾2020年总统大选的投票日只剩下三天的时间 根据香港经济日报 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首席副助理部长海大卫 昨天表示 他期盼看到台湾举行一场自由公平的选举 他提到台海和平稳定一直是美日同盟的共同战略目标之一 数十年来这样子的目标都没有改变 而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韵哲表示 台湾战略地位在美中大国竞争白热化情况下日渐提升 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核心始终没变 也就是保持不对统一或是台独表态的战略模糊 以和平为解决台海问题的最高原则 不过尽管美中台三方多年来没有改变策略的动机 但是台湾民主越来越成熟 中美两大国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局面还是有越来越僵的趋势 报导指出过去三年来 美国国会通过多项台湾相关法案来支持台湾 川普政府也在内四次对台军售 但是华盛顿专家们普遍还是认为 这些举动都没有在根本上背离美国对台政策的战略框架 无论是哪一位总统候选人获得台湾大选的胜利 美国将继续其尽可攻退可守的对台政策 而从封盘民调来看 蔡英文的胜算明显高于韩国瑜 报导提及孙韵认为如果这次民进党依旧取得胜利 北京可能要意识到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很低 北京认知中的台独政党可能会长期执政 胡佛研究所台湾项目顾问齐凯利哲认为 若是蔡英文连任北京眼前的选项就是 要加重对台的压力或是重新评估 或是从根本上重新修改对台湾的政策 然而如果北京选择进一步对台施加更多压力 美国可能也要被迫出手采取更直接的回应 以维持符合美国利益的两岸现状 再来将消息转回中国国内 以自然医学闻名的中国全建集团 2018年底被控非法传销虚假宣传 根据中央社的报导 该案今天在天津市武清区的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负责人数预会被判刑9年 罚金人民币5000万元 而报导指出法庭表示 全建自从2007年以来 以高额的奖励为诱饵 引诱他人购买成本与销售严重背离的产品 成为公司会员 再以发展会员人数为依据进行回馈 以诱使会员进行开发他人参加 获得巨额经济利益 自由时报报导指出 中国天津全建集团 曾经是中国第一保健集团 业务遍布保健品医疗服务等领域 而集团创办人数一回 透过期间多家加盟店 以及许多声称有神奇疗效的保健产品 短段14年期间 就在全中国建议起年销售额 176亿人民币的传销帝国 报导指出 全建最具争议的产品之一就是火疗 专利说明书上声称全身都可以烧 但是后续却涉及多起伤亡的事故 2018年底 因为有中国医学知识分享网站 接入全建涉嫌虚假宣传和非法传销 之后全建的丑闻越来越多 中国政府才展开调查 并在去年一月以诈骗 非法传销广告不实等罪名 逮捕树玉辉 去年底树玉辉当庭认罪 而近期全世界都相当纷乱 不止美国跟伊朗一触即发 印尼跟中国也呈现对峙的状态 在中国跟印尼建交70周年之际 双方在南海的局势却不断升温 上个月中旬 中国渔船在海巡舰的护卫之下 好几次闯进了纳土纳群岛附近的印尼 专属经济海域非法护鱼 当时就引起了印尼政府强烈抗议 也使得印尼跟中国这两个彼此 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东南亚最大国家的 主要投资者之间的关系恶化 香港经济日报报导 印尼总统佐科6号对此发表 措辞强硬的声明 他声称当涉及印尼主权的时候 就没有谈判的余地 而印尼政治法律安全统筹部长 莫涵默德也表示 将会从蛙抓到派出大约120名的渔民 前往纳土纳群岛从事渔业和其他工作 现在该海域已经大概有六艘印尼船舰 另外还有四艘正在路上 而据了解印尼方面也派出了四架F16战机 在纳土纳群岛的上空 执行例行群罗的飞行任务 借此保护主权领域与中国对峙 不过印尼空军发言人发贾尔 呼吁外界不必担忧 他们目前还没有收到 要跟中国开战的命令 而针对印尼的做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在7号的时候表示 中国跟印尼一直在通过外交渠道 就此进行沟通 他说作为全面战略的伙伴 中国跟印尼大致上 还是保持良好合作 分歧只是其中一小个部分 耿爽强调中方始终会从战略的高度 长远看待中印的关系 他相信印尼也能够以双边关系 和地区稳定大局为重 为今年两国庆祝建交70周年 创造事宜的氛围和良好条件 不过耿爽话说得很好听 但是根据可靠消息指出 在耿爽发言的同一天 至少有两艘中国海军船舰 在印尼专属经济区的边缘水域内 距离印尼廖内群岛大约200公里处 而据了解纳图纳群岛 位于马来半岛和婆罗洲岛之间 有廖内群岛升冠峡 面积大约2000多平方公里 人口大约有9万 印尼依次为基点的专属经济海域 与中国的南海九段线重叠 对,请不吝点赞!